像马英九他们家的香港难民的身份就是无比可疑 香港就是一个巨大的间谍中心 直到八十年代仍然是克罗伯和西方国家间谍斗法的主要根据地 中国派到海外的间谍 一大部分是从香港以香港为基地派出去的 五六十年代香港又是一个高度自由主义 是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 各国的安全管理 就像经过了本大战以后 安全管理都变得更加复杂的繁琐了 但是香港和东南亚偏偏就是个漏洞 欧洲在一战以后二战以后逐步管理变得严格了 但是一战和二战之间东南亚各国 基本上像十九世纪欧洲一样完全是说过的 东南亚在六十年代以后管理也变得严格了 也就是排华的管理变得严格了 但是六十年代以前五六十年代之前的香港和东南亚仍然是漏洞百出 在这个漏洞当中放一大批人进来 你永远查不清楚是很正常的事情 你要看他到底是不是匪谍只能从间接证据来推理 就是说他以后的行动是怎么样的 他的行为模式是怎么样的 李米的行为模式就像是一个反攻复国的人 所以即使他过去 哪怕他最初是匪谍 他后来也是真的想要为美国人和国军效力的人了 韩战成的行为模式显然就是从内部出卖国军 而马英九他最初是学生 他是国民党安插在学生当中的监视人员 国民党的内人主义体制是从苏联学的跟共产党一样 只是学的不大像 国民党人被共产党的收买 比共产党人被国民党的收买要常见得多 在学生运动当中有一个常见的模式 国民党搞民族主义 大中法民族主义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欧洲帝国主义 然后共产党人再进来说国民党上传辱国 帝国主义欺负我们 国民党只是假打打假球 到台湾现在就好 他们只会打假球 他们不是争反对帝国主义 你看他们一到关头就软了 只有我们共产党才争反对帝国主义 于是国民党做的饭被共产党全部吃掉了 一二九运动也好 历代学生运动下场都是这样的 保教运动也是这个样子 保教运动是周恩来亲自操盘的 其主要目的是什么 保教运动是国民党发明出来的 本来尖戈列党没有发现石油以前 国民党根本没想去要 北洋政府也没有去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也没有去要 蒋介石政府也没有去要 五十年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还把尖戈列党当成流球运动了一部分 但是石油发现以后 首先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没有反应 他们比较迟钝 也不大了解西方 首先有反应的是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 他们认为需要增一下 然后作为附带的一部分 保教运动 受国民党影响的全球白华响应保教运动 他们希望日本是战败国 中华民国是战胜国 美国应该站在中华民国一边去打压日本 所以美国华人纷纷动员起来 这就是周恩来的好机会了 事实证明 蒋介石政府跟帝国主义是一伙 他们不会真正保护中国的民主利益 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之下 全世界华人团聚在周恩来同的领导下 美国华人心向着党 东南亚华人心向着党 台湾华人心向着党 只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之下 你们目的才能够到事情 这就需要两方面的配合了 一方面是要由共产党的白区党去做 像刘少奇在北平就是干这些的 另一方面需要国民党人员 国民党控制学生人员当中 有人要做相应的配合工作 马英九很可能就是做相应的配合工作的 因为他跟当时在国民党党务系统内部的 共产党党员做法是差不多的 国民党有一个特点就是 他自己的党务系统 因为没有资源 像跟军部和政府不一样 意识形态本人是偏左的 你们喝肉汤 我们喝西饭 我平时就很不顺眼 我很容易接受左派的逻辑 被共产党招募尤其很容易 同时他们自己在招募社会人员的时候 也很容易开始就招募到共产党的人 所以学生运动往往是 一开始国民党煽动学生运动的时候 其中就有好几个掌握内幕的重要骨干 本身就是共产党的匪敌 然后共产党在第二阶段建筑的时候 国民党内部的匪敌跟外面搞破坏的共产党的理应外合 把国民党煮好的饭全都吃过去 马英九干的事情好像就是这种事情 因为他的行为模式跟三十年那些党部内的匪敌的行为模式是基本相同的 很可能白区党利用他最初的用法也就是这个样子 让他在全球华人当中起煽动作用 起内部破坏作用 使得全球华人看出蒋介石政权是靠不住的而且是必然灭亡的 中华民族全世界华人唯一的希望在中华里能够活这边 当时大家不会遇见到他能够当上总统 所以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 在保调运动结束以后 他的作用趋于成绩 像是一个断线的人一样 只是一个消极而其他特色的人 类似技术官僚性的人 直到九十年代末期快要进入二十一世纪 新生代随着台湾民主化造成震动 新生代开始大批进入国民党政权内部 有可能获得高阶级 这是他的可疑性质才逐步暴露出来 他在当总统这几年是他最可疑的时间 基本上他起的作用就是利用总统权力 削弱台湾的国防建设 尽可能是台湾的国防建设断代 台湾在潜艇方面的漏洞 基本上是马云九一手制造出来的 在这方面他的行为模组显得跟 极端反对台独 非常痛恨李登辉和陈水扁 恨不得把所有台独全部杀光的 老国民党军官是非常不一样的 如果按照那些老国民党军官 现在仍然在国军内部 更生提供的老国民党军官的做法 台湾现在还不会没有潜艇 这些直接要说就是 不是匪夷的老国民党军官 既恨共产党又恨台独的老国民党军官 对于多拿台湾政府的一些钱 多购买一些设备 这件事情是不反感的 所以他们自己是有好处的 任何军队都希望拿到更多钱 更多设备 而马云九在这方面 他并不处在财政匮乏 或者是跟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关系 难以拿到武器状态 而且他手下的技术官员和国军方面的直接军官 给他提出的方案是不一样的 而他采取的做法明显就是破坏这些方案 尽可能耽误国军的武器装备 同时他搞了那些经济方面的合作 情况也是这个样子的 按照全球化经济基础官员做法 我们不承认共产党跟其他政权有什么区别 我们做法就要尽量大发财 它会有一些方案 但是应该不会包括有公安系统派人到台湾来合作训练的方案 这个方案是香港领察被共产党控制的主要原因 如果不是共产党想要控制台湾的强力部门的话 是不会有这样的方案的 而这些方案跟福贸、自由贸易是不太相干的 只想发展经济的太上皇方面的或者台湾方面的技术官员 哪怕是他是纯粹的经济男、纯粹的男赢 极端敌视台独的人 他是想不出这样的方案的人 也就是说是纯粹男赢、正男 而且纯粹搞全球化 不想搞两岸和解这些国民党系官员所提出的方案 跟匪谍提出的方案是不一样的 就像他最近这次要去中国一样 他跟朱立伦的利益和国民党的选举利益是不一致的 想要一心想要争取最大选举效果 维护国民党统治或者是维护国民党残余党产 这些人想要做出的事情 跟他做的事情是不一样的 这就是投靠共产党的国民党人 跟正统的亲共反台度国民党人的行为模式是有差别的 共产党人操纵国民党的时候 经常是为了自身的政绩 是不在乎会不会造成有利的台独的结果 这一点在马英九的行为模式上是非常明显的 当然对于憎恨台独 但是没有被共产党收买的正统国民党党员来讲的话 在这一关他们是过不去的 所以你从行为模式上来推理的话 马英九是一个极其可疑的人 仅仅是正男的出身不足以解释他的行动 他的行动就好像是 确实就像是像韩典成那样有一个任务 而且这个任务是为了给白学党尽可能好的政绩 这造成台独崛起的副作用 是白学党不会向上去废报的 但是真正的台湾本土的国民党人对这一点是非常害怕 所以是绝对不会做的 但是这些事情他是肆无忌惮地去做的 如果他仅仅是一个扎根于台湾本身 立足于台湾本身的正南派国民党人 他对这些事情是极其敏感 是会非常逃避 非常谨慎而不会去做的